最新官宣 权威媒体最新消息 一好一坏 好消息是张佳琪重回国际赛场和张敏捷配队 出战月底的柏林跳水世界杯 坏消息是全红禅无云双人项目的比赛 那么周期红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众所周知 巴黎奥运会之前 最重要的热身赛就剩下柏林跳水世界杯和4月份的西恩跳水总决赛 国外选手都在用 这两场重要的国际比赛来增加选手之间的默契 而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这样一个安排 难道是对蒙特里尔跳水世界杯上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表现有所不满吗 那么全红禅陈玉希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去到现场一关究竟 这一幕发生在近日 刚结束的蒙特里尔跳水世界杯 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 众多顶尖高手齐聚蒙特里尔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取得好成绩 来磨合两个人的默契 全红禅陈玉希作为双人项目的王者 冠军从来没有旁落过 这次也不会例外 话不多说 直接开战 美国组合率新上场 选择难度2.0的规定动作201B 两人空中动作同步不错 但是水花没有压好 直接炸鱼 裁判给了39.00分 全红禅陈玉希第二组上场 同样的201B动作 两人配合默契 上来就给老外一个下马威 裁判给了57.00分 英国组合斯班多里尼和托尔森最后上场 一样的201B动作 这是最新型中国姐妹的对手 第一跳状态就很棒 裁判给了49.20吨 第一轮比赛结束 全红禅陈玉希排名第一 英国组合排名第二 来到比赛的第二轮 美国组合第一组上场 选择难度2.0的5231B动作 两人空中动作配合还不错 就是最后水花有点辣眼睛 裁判给了44.40分 全红禅陈玉希随后登场 选择难度2.0的301B动作 两人空中动作同步 身体垂实 水花一闪而过 齐名裁判给出满分 最后拿到58.80分 英国组合最后一组上场 同样的301B动作 空中动作稍有差距 水花也马马不哭 拿到了45.00分 第二轮比赛结束 全红禅陈玉希已经把优势 扩大到20分以上 第三轮比赛开始 美国组合第一组上场 选择难度2.8的305C动作 这不是来跳水 这是来炸鱼的 裁判给了50.40分 全红禅陈玉希第二组登场 选择难度3.0的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空中同步没有做好 入水角度没有完全垂直 裁判给了78.30分 英国姐妹最后上场 同样的107B动作 这一跳出现比较大的失误 同步没有做好 水花也没有完全压住 裁判给了63.90分 三轮比赛结束 全红禅陈玉希分岔越拉越大 来到关键的第四跳 美国组合率先上场 选择难度3.2的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 这水花都快变成瀑布了 真人秀搞笑节目啊 裁判给了56.64分 全红禅陈玉希第二组上场 同样的407C动作 空中动作不一致 陈玉希的水花真的没眼看 裁判给了84.48分 英国组合最后登场 一样的407C动作 空中同步还可以 最后水花一眼难尽 裁判给了67.20分 四轮比赛结束 全红禅陈玉希遥遥领迁 英国追到第三 来到比赛的最后一跳 美国组合低组上场 选择难度3.0的107B动作 整场比赛都在占名 完美的搞笑担当 裁判给了58.50分 中国姐妹的最后一跳 选择难度3.2的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起一周半躯停 没有问题 全红禅陈玉希以完美的一跳 完成本场比赛 裁判给了全场最高分90.24分 英国组合的最后一跳 同样的5253B动作 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乌尔森的水花没有压好 裁判给了75.84分 比赛全部结束 中国姐妹毫无悬念 轻松拿下这枚金牌 英国组合再次拿到银牌 双雄争扮以成定局 但是柏林跳水世界杯 是由张佳琪掌免结参加双人项目 令人感到意外 中国队双人项目 巴黎奥运会资格只有一个名额 奥运会选拔赛已经结束 全红禅陈玉希已经拿到这个名额 现在突然就这样安排 不知道周老太太心里怎么想的 屏幕前的广大网友知道吗 评论区告诉我